五魂殿最强 你放屁 唐门才是最强的 五魂殿 唐门 算了 不跟你争了 我们就用身后的跑酷来证明谁最强吧 好 那就比一比 看谁是最厉害的 哇 过了这个通道 就成为魂师了 还是先天满魂力 接下来就是跑酷环节了 这不是有手就行吗 对我来上来说 简直收衣的 哈哈 魂力到达30级了 成为魂尊了 原来成为魂尊 这么简单呀 前面这关 只要左右横跳就能过去 十五 站起来 这也太简单了吧 轻轻松松 就到了魂王 嘿嘿 找这个速度下去 我来逃离成神不远咯 哇 这些关卡都没有难度呀 就到了气质级的魂尘 五魂殿的考验 也太简单了吧 哎 怎么没跳起来呀 再来一次 成功过去也不难 奶糖 你自己太慢了吧 居然还在这 我就先走了 嘿嘿 我毛豆成为牵手豆罗了 哈哈 奶糖 你就在那慢慢跳吧 等我成神后再来看你吧 臭毛豆 还没到最后 谁先成神 还不一定的 你先给我等着 我一定会超过你的 功夫不复有些人 我奶糖成功 达到90级了 获得天使豆罗的称号 这关吃个炸鸡 肯定能过去 呦呦呦 毛豆 你怎么还在这呢 刚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被我超过了吧 毛豆 你就是个小菜鸡 奶糖 你少得意了 还没到最后一刻 我是不会放弃的 我肯定还是会犯超你的 哦 是吗 那毛豆 你可千万别放弃啊 我先成神去咯 呵呵 获得天使称号 以后我奶糖就是天使神了 哇 箱子里还有这么多装备 成神的奖励 真不错呢 看看毛豆到哪了 哎呀毛豆 你怎么还在那跳了 你再跳下去 天都要黑咯 臭奶糖 你就在那得意吧 虽然你先成神 但先成神也不见得你比我强 毛豆 成神之战 你已经输了 这是我先成为天使之神 所以这次毫无疑问 是我五魂天最强 我呸 我唐门唐三 可是秀罗和海神的双神位的人 区区天使神 也敢和我们双神位的比 简直就是 行政祥与浩月争辉 找死 所以唐门才是最强的 五魂天 唐门 小伙伴们 你们认为是五魂天更强 还是海神唐门更强呢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